那么再来看下半句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真实世界会收复所有的妄造 也就是说我们去除所有的妄造之后 会还原真实世界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党在单程真理前的疾病幻想 肯定是先会被治愈的 必然会被取代的 被治愈所取代 还原一个真实世界 还原一个美梦世界 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句 这里讲到 人间所有的自然律都坚称疾病真的存在 这里讲到了三个字 自然律 那既然讲到了这个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第76课的标题 我只受上主天律的关系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真实身份 不受自然律的关系 自然律对我不起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 坚称疾病真的存在这个事 对我不起作用 那么疾病存不存在 也对我不起作用 那疾病 存不存在 对我既然都没有作用的话 那我也不用生病了 从此 我不要而鱼 只要疾病之下 在我眼前消逝 我的所有问题便得到了答复 答复了什么了 答复了 坚称疾病真的存在 根本就不存在 答复了我 幻觉就是幻觉 答复了我 我的真实身份 根本就不是这一句身体 答复了这一些 然后第三句 从此 你再也无需重视或遵守 这些疾病之律了 我们不再被这个自然律 被疾病之律所控制 像个体现墨偶一样的 一切为保住这句身体为目标 我们从此可以不再重视或遵守了 当然 他也没有说我们就此 可以跟自然律完全对着干 也没有说就此 我们就可以虐待这一句身体 如果我们这么做 跟自然律颠倒着干 只是说明我们还是把自然律当真 你不当真 你只会一笑置之 你不会跟他对着干 我们看到第八段第一句 治愈等于自由 我们刚才的分享 已经小小的提到了一点 当我治愈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不再把自己等同于 这一句身体的时候 我就不会 为了保住这一句身体 去遵循 遵守这世界上一切 所谓的 对这个身体 有利的 自然律了 我不再被这一些 自然律所控制 我不再像一个提现墨偶一样 这个叫做 治愈等于自由 第三句 治愈具有分享的能力 这个治愈 既然是建立在 一体性上说事的 那么在我治愈的过程中 我作为整体的一部分 整体都被治愈了 所以叫做 治愈有分享的能力 第五句 治愈充满了力量 你本来以为 自己就是那个 被身体 切割出来的那么一小部分 那么作为 云云众生当中 这么小的一个部分 我有什么力量 就那么点啊 一旦回归整体了 到一体性里头 说事的时候 把自己投射出去的 排斥 压抑 抗拒 投射出去的 这些分身 收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等同于 我的力量变大了 这个叫治愈充满了力量 让我们看到 第九段第二句 这里讲到 拥有救恩 是多么容易的事 只需要一点点练习 这一点点练习 是练什么的 未经锻炼的心灵 终将一事无成 我们这一点点练习 就是锻炼锻炼 我们的心灵 接着第三句 它只需要你 帮它一点忙 这一点忙 又是什么的 我们只要用真宽术 就能行 就能拥有救恩 要求再低一点 真宽术当中 有哪一个步骤 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我们只要选择圣灵 把我们的剧本 全盘的交给圣灵 就够了 接下来剧本 化解都不是 我们自己的事 都是圣灵的事 所以这个救恩 就是这么容易 需要一点点练习 这个练习 帮我们去做出 一个正确的选择 选上主 还是选小我 选圣灵 还是选小我 接着帮他一点忙 有什么 把怨心拿出来 把人生剧本 交给圣灵 这就是帮他一点忙 剩下我们 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坐享其成了 我们接着看第十段第一句 我们曾经分享过的 当我真的践行 真宽树成功的时候 我跟我对面的兄弟 感觉怎么样 这感觉是很奇妙的 真宽树之前 我恐怕对他是真的 真的愤怒 有如一个盘子砸碎了 再拼起来都会有裂痕 然而 真宽树建行了之后 我会发现 我看待他的这个感觉 完全变了 这种变化 不是盘子拼凑起来 还有裂痕 只是形式上的一个整体 而是说 仿佛这个盘子 根本就没有碎过 那件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要 这要怎么解释呢 这其实就是 提及课程核心的 非常好的佐证 第一点 分裂不曾发生 因为它不曾发生 是梦里发生的 所以当我真宽树 疗愈的时候 我的感觉也是不曾发生 不是真实的发生过 如同没有发生过 第二 我自己大获痊愈的时候 我看到别人都一同痊愈了 这又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是在一体性里说事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整体 凭什么我这儿好了 你那儿也会好了 不是应该割裂开的吗 我好我的与你无关吗 这个就是奇迹课程 核心最好的佐证 我们再看第二句 在你接受治愈之际 你未必认得出那人 也未必会体会到 你对整个世界的伟大贡献 我们疗愈之前 我们认不出那些人的 那些人是谁 是与我根本就没有关系的 另外的个体 是与我割裂开的别的个体 唯独我们疗愈之后再去看 我们可以认出来的 认出来他是谁 我们是一体性 他是我的一部分 否则 凭什么我这儿好了 他那儿也大获痊愈 于是乎我才能认出来 你不是那个分裂的个体 我也不是那个分裂的个体 我们都是整体性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圣子 我们看到第十一端的第二句 在他们痊愈的一刻 与他们把领受到的治愈恩典 分尸出去之刻 期间没有任何的时间间隔 仍然是在一体性当中说啥 我痊愈的这一刻 我渐行真宽恕 痊愈的这一刻 我已经从二元对立的世界当中 抄拔出去了 虽然我这个人啊 身体还在这儿 我领受恩典的时候 我只有在一体性当中 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 我在一体性当中 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 我领受到了 等同于说 整个整体都领受到了 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含义 所以说 再回过头来看 第十一端的第一句 凡是以痊愈的人 自然成了痊愈的管道 我们就是通过 疗愈自己 把整个疗愈 把疗愈给到了全世界 我们就变成这个疗愈的管道 我们疗愈自己同时 就成为了疗愈的管道 让我们看到十二段的第一句 你难道不愿意作为 上主旨意的居所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心灵 是不是愿意接受上主的旨意 第二句 那等于是你邀请你的自信 回家罢了 其实呢 我们的自信一直在家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 只是我们自己以为 分裂已经成功了 自己取代了上主的位置 我们的这个自信呢 在外流浪 其实这整体性 这绝对的意愿 就是说分裂不曾发生 分裂也不可能发生 抽刀断水 水更流 你拿这个刀去挥那个水了 裂开的那一瞬 已经弥合了 接着看到第四句 你在祈求一件 势必发生之事 必会如愿以偿的 既然分裂不曾发生 那么也就是说 救恩已经完成 所以我是在祈求一件 必发生之事 只要我有这个怨心 说我愿意邀请 我的自信回家 我就会如愿以偿 我就一定回得了家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自己不肯回家 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三段 第一句 这里提到了 我们的任务 只是让自己的心灵治愈 如此方能将治愈 带给全世界 听到文件的重点 只是让自己的心灵治愈 奇迹课程的学习和践行 都是锚定自己的 既然这一切发生在我的心里 那么我起心动念的转化 就已经足够 每一次我心灵的治愈 都是给到这个整体的 千万不要拿奇迹课程当枪使 我们拿世间的标准 拿道德 拿行为规范等等东西 去衡量别人这种事 太多太多了 都是以为改造别人 我这个世界就搞定了 我是OK的 别人有问题 事实上 这个世界发生在我心里 这个世界发生在我的意识里 这个世界什么样 取决于我愿意这么看 千万不要学习奇迹课程 拿奇迹课程当枪使 指着外面 那么跟你拿道德规范 拿法律 拿世间的一切标准 去衡量别人 要求别人 有什么差别呢 修行锚定自己就够了 让我们来看十四段的第四句 我愿将自己的痊愈 与世界共享 使疾病在上主唯一的圣子心中 一世不返 他就是我的唯一自信 唯一的圣子 我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圣子 我们都是一体灵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这个圣子的一部分 圣子只有一个 我们看到全人允许练习 圆满本身的第五天 这一篇还是在讲只有当下 当下就是全部 只有当下是超越时空限制的 那么奇迹课程当中 我们也见过一个词汇 叫做神圣一刻 我渐行真宽数的时候 神圣一刻 那一刻就是回到当下 到一体性里头 在分裂不曾发生里面工作 疗愈就是在那一刻发生的 在神圣一刻发生 也就是在当下发生 我们今天暂时讲解到这儿 明天继续 明天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天继续